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三十三名 前任裁决大神官 实力五境上级别 西陵神殿掌教之下 有三大神座 他们由三位大神官具体管理 三大神座分别是天狱大神官 裁决大神官和光明大神官 其中裁决大神官主司裁决异端 击捕魔宗余孽 麾下强者无数武力最盛 拥有明面上最强大的实力 叶红瑜入长安前 前任裁决神座 曾对叶红瑜说过 夏侯的实力不在自己之下 后来魔宗山门外 夏侯出手一拳砸向宁缺等人 此时叶红瑜认为 夏侯的实力恐怕还在裁决神座之上 魏光明被灌主打落境界后 裁决大神官以凡龙阵法 将其求于幽阁之中 后魏光明破凡龙而出 裁决大神官因道心牵丝在凡龙之上 结果受到了不轻的反噬 此前裁决大神官想借柳一青这把剑 让书院与剑阁反目 结果弄巧成拙 轻易被柳白识破 柳白一怒之下借剑叶红瑜 助其再入知命境界 而后叶红瑜单剑入裁决神殿 只出一剑 就将前任裁决神座斩杀 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排面 不过这也是因为魏光明破凡龙后 实力受损的结果 并不是裁决大神官的真正实力 按照原文描述 裁决大神官通常情况下 是三大神座中实力最强之人 因为魏光明与天狱大神官的实力 都在知命巅峰以上 因此猜测 前任大神官的实力也是知命巅峰 而比较可惜的是 这位裁决大神官在背后 做了诸多阴损之事 却从未正面展现过自己强大的实力 最后就被叶红瑜轻易取而代之 实在是有些窝囊 寒典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32名墨珊珊 实力五境上级别 大和国神福师 王叔圣弟子 天下三赤之书池 大和国墨池苑 有座墨干山 墨珊珊以此为名 墨珊珊是福道天才 三岁开悟 动玄境界 就能写出半道神福 后来更是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神福师 墨珊珊早年因文明天下的鸡汤铁 对宁缺产生兴趣 虽然只是看过那个人的字 然而书道中人 见字可见心 心意可相应 荒原之行后 墨珊珊亲眼见证了宁缺与龙庆的破镜之约 在墨宗山门外 大明湖畔 以夜雾德快蕾大震 并与宁缺 叶红鱼一道进入墨宗山门 与连升三十二一战 危机时刻 墨珊珊趁机表白宁缺 我喜欢你的字 也喜欢那头大黑马 我只是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这件事 喜欢本来就是你求我愿的事 喜欢但是不强求 我喜欢你 但是 何以与你无关 墨宗山门事了 墨珊珊成为三人中最满足之人 她不仅破解 魔宗山门眼镇 又悟到了快蕾大震的震意 最后还成功表白了宁缺 逃出山门后 三人遇到李漫漫 李漫漫对墨珊珊很是喜欢 于是任其为异媚 没过多久 墨珊珊凭借对快蕾大震的延习 对境界又有领悟 并成功跨入知命境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神父师 后来墨珊珊与宁缺的感情之路 因为桑桑的出现而终止 两人之间的纠葛 也成为读者心中永远的痛 烂科四之战 桑桑冥王之女的身份被确立 宁缺与桑桑遭到举世围剿 宾客席上的墨珊珊挺身而出 以快蕾大震阻拦剑阁 知命强者程子清 不惜与全世界决裂 我就是要让十三先生和桑桑离开 哪怕是与全世界为敌 举世罚堂 墨珊珊来到长安城 帮助宁缺修复损坏的精神阵 后来更是用快蕾大震阻挡灌主片刻时间 只为给宁缺寻求更多的时间 西陵桃山光明季后 身处大和国的墨珊珊 被老师王书胜逼婚 原来王书胜一直对墨珊珊有非分之想 但他没有想到墨珊珊成长如此之快 会这么快成为神佛师 眼看墨珊珊要脱离自己的掌控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原则 王书胜游说大和国国王 让其下旨去取墨珊珊 这一消息正常被游历世间的宁缺和浩天知道 宁缺一气之下 带着浩天直接杀入大和国皇宫 逼得大和国现任国君退位 事后宁缺来到墨池院 墨珊珊知道 面前站着的桑桑是浩天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惧怕 反而对宁缺说道 如果哪天他不要你了 你一定要来找我 我等你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这样喜欢着他的你 宁缺领走之前 将大和国国王之位 给了昔日的老情人墨珊珊 耶稣成圣当晚 墨珊珊孤身从西陵幽阁悬崖下 救起重伤的一红鱼 将其带回大和国 书院灭西陵一战 墨珊珊带领大和国军队 攻入西陵神殿桃山脚下 后来跟书院诸位弟子们配合 困住强大的屠夫 宁缺一刀斩破旧世界后 墨珊珊携手叶红鱼 离开地球去外太空修行 临走之前 墨珊珊并没有去见宁缺 反而是让叶红鱼 替自己吻了一下他 墨珊珊在结尾前 已经误得魔宗创建者 所创造的快礼大阵七分阵义 假以时日在福道上的成就 未必会在颜色之下 墨珊珊最终的境界是 致命境巅峰 参考同境界服饰最强 所以墨珊珊的上限极高 排名之所以较低 一来是墨珊珊配置虽高 但缺少有效的战绩支撑 排得太高缺少说服力 二来墨珊珊在设定上 并不是宁缺 叶红鱼 龙庆这种擅长战斗之人 三来如快礼大阵这种阵法 需要提前布置 临场发挥威力有限 最重要的一点是 墨珊珊还不算墨珊珊的巅峰时期 如果加入人物成长值 未来成就不会在颜色之下 墨珊珊对人就像对她的字一样执着 正如她对宁缺说的那样 像我这样好的女子不多 比你好的男人还有不少 墨珊珊几乎集结了所有男人的梦想 美丽大方 娴淑善良 从容通透 知事故 但为人不事故 知理手理 喜欢又不强求